我們今天是萬華社大 共和社大大朋友大家好 我們臺灣最近交易所少典分 今天很高興 在我們正常的課程開始之前 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臺灣最近交易所目前正在實行的一些交易新制 我想先請問一下大家 有買賣股票經驗的 現在有在玩股票的 有哪些我們社大朋友 幾乎都有 今天課程大家就不會覺得無聊 跟大家就有確診的關係 在講這個課程之前 因為剛剛我們也講到說 我們有十份交禮物送給大家 現在先請問大家一個最基本的 現在大家先大家戴著口罩來聽課 我想請問大家 大家應該都發漏了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們陳時中先生有講到說 今天零確診幾例 然後本土多少人沒有 目前為止 6加多少 本土沒有零確診多少人 6加多少 6加13 然後到大約19個 本土來講 沒有 沒有我們台灣真的是 防疫來講的話 真的是非常地 非常地 對對對 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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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好來 因為有疫情 我們第一題先出這樣的屏幕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馬來股票的經驗 然後先講這個 大家就給我興趣了 首先我們看到 什麼是KY股 一上我們真的買股票 有些人買股票 如果說以貿易系列的話 他們有責任 責任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不同的金融商品 基金 基金 基金剛才講過了 TDR 什麼 TDR GO 來 各位大姐 請問一下什麼是TDR 你都講到TDR 因為這是以前康師傅那個 標準答案 康師傅 既然我們有人把他講這一塊 都講到TDR TDR是第二所謂的第二上市 不管是第二上市 還是所謂的KY股 跟第一上市 他們兩個共同點在哪裡 他們都是在國企業來臺上市 國外的企業來臺灣申請上市 你們必須買股票什麼 是國內的公司 發需要募集資金 來在臺灣申請上市 那現在跟他講的 TDR 這些所謂的KY股 通通都是外國企業來臺灣申請上市 那這兩個差異性在哪邊 他一直在說KY股它是所謂第一上市 也就是這一家外國企業呢 在國外的證券交易所都沒有上市過 或者是他曾經在國外上市過 但是來臺灣申請上市的時候呢 已經下市了 這是所謂KY股 KY股是第一上市的意思 他剛剛講的第二上市 他在國外一樣是國外的企業 他在國外有上市 然後又申請來臺灣申請上市 這叫做第二上市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邊 然後剛剛那大臉講他說 康師傅 今天我們講的在沿鐘一點點 就是說康師傅幾乎是壓倒臺灣GDR的一間到手 為什麼 因為當初TDR第二股來臺灣非常盛行 那時候買地 你有買 就是恭喜你 民眾大獎 最早上會第二次買黃標 有網股票的網路經驗的應該知道 可是到了康師傅的時候 康師傅可能是所謂TDR年代 發行股數最多 用力量越大的股票 可是到了第二股 可是他一上市之後 好像第二股就開始路往下點 甚至跌過他的承銷價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因為我剛才強調 他所謂的第二上市 他在其他國家他已經有上市了 假設 假設康師傅那個時候在國外 是30塊錢好了 可是在他臺灣上市40塊 假設我就好像18塊 40塊 那是不是就價差10塊錢 你就會認為說 臺灣要賣40塊 為什麼 在大陸前30塊 假設 你是不是會有價差比較 我看到你會不會有別的啊 那你就這樣問 那為什麼臺灣要賣40塊 為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 不管是康師傅 我們就要講說 這家企業 他想要上市 我剛剛想要有漂亮的價錢 叫我們賣房子一樣 賣房 希望賣到我價錢 方向買來接的價錢 就一定騙得到我 我們現在申請 那我可能 我要在臺灣上市的當下 我可以先 把關鍵我先承包 我都要連到我的臺灣 剛剛價錢申請上市了 那時候中進一張股票 要根據到 那原來這家股票的能成 所以就下來了 特降機 然後來想到 那個K1 我可以說 我們所謂的第二上市對不對 第一上市 他同樣是代表公司的股票 但是他來臺灣申請上市 他來臺灣申請上市 他來臺灣申請上市 沒有一家在這邊交易所為的上市 臺灣申請上市 這樣對嗎 所以說他沒有所謂的價錢 價錢 空間 不然你其他都沒有嗎 就來看 其實就是被人看到 事實上 K1和台灣的一般股票 都是一樣的 我們整個是一樣的理由 資訊揭露 還有什麼 財務報告 比如說公司治理 人家會講公司治理 是不想說 因為如果有人買到股票的話 公司治理是非常重要 除了我們買股價 我們希望買股票 十塊錢買的 一百塊錢賣掉 都是我們很高興賺的十倍 但是 這家股是好不好 優關於我們 大家 我們同志人的一個 權益 要給你 像KY股 跟剛剛五個差異性的來賣掉 他只不外的股票 雖然他不像第二股的比較性 但是你要注意什麼 在下面大同志 在國昌市公司出秀地在海外 怎麼樣 如果今天買的這家 台灣股 他上市地在哪裡 假設他在美國 我們現在是滿大一代 也紐約來來 跟我們差不多要講 快點白天 如果在開盤的時候 他發生一個更大訊息 他的股票是同行的 台灣股票呢 房間不提發 現在 十八 對不對 國外的美國的 不限制 請標準答案 沒有限制喔 如果說他今天 一家股市出了問題了 哪一天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讓你拜託 發房間的 你拜託 你買的假設 你買的那家公司的KY股 你拜託 大家搶電話有沒有 就會有這樣的風險 但是如果你們要買KY股 要注意到的 時間上的差異性 還有 會計審查的一些困難 跟他發財去查 其他的會計報告 等一下 我們今天想知道 我就是要講 財報的那個 密告 等下要進喔 那KY有沒有10%限制 有有有 在台灣 在我們這邊 對對對 在台灣 他們今天 洛順KDR 在台灣在GDR 對對對 在美國叫什麼 ADR 第一個就是 英文名字 台灣人是P 沒有人想就是A 如果說在日本就是ADR 在日本就是ADR 台積電來一條 我們在台灣上去 我們在台灣上去 可是台積電還在美國 裡面是在交易上去 它就是用DDR的方式 它就是會出來 往下平衡 好 好 再來 這很重要喔 如有嘛 要的人一定要知道 這邊也有寫 好 在這邊 3.123號 就已經實施了 在這個實施之前 我們送幾個天下 以前是每鴻鳥最早鎮 可是如果是有比較嚴重的話 這個買股心也非常豐富 人知道我們好 台灣最近高一手 有時也來 我們都是買新的天下 最早知道怎麼買新的天下 一時慢慢慢慢 周到滿5秒的機會 就加一次 然後到現在 3.23號開始 就 但最大部分在哪邊 有時也叫什麼 你們覺得快人 在你來兩邊有差嗎 有差啦 速度比較快 那是誰到誰戳的方式 而且呢 假設我今天買十張股票 可能有十個不同的價錢 以前 我一次買十張股票 原則上是同一個價錢 然後結果就沒有了 老師你講錯了 講師你講錯了 我買十張股票 我有兩張是另外一個價錢 我當初買的就是這樣 那表示你怎樣 不同的彈出 搞不好講這樣 每5秒幾天就加一次 搞不好你 這5秒你抽到8張 另外兩張是下一層抽到的 老師會有兩個價錢 但是這個足夷跟遊行不一樣 你可能十張 會有十個不同的價錢 有可能 這樣可以嗎 你知道什麼時候 他就錯過水澆 水澆水錯的概念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道不同的概念 以前的股票 一定要限價 就是有定好價錢 比如說我要買台積電 台積電都好300多塊 但是我要買台積電300塊 以前我一定要搞些那個價錢 現在不一定的 途比交易的時候 有六種不同的成交方式 分成兩半 市價三種 所謂的限價三種 限價就是你要講我要多少錢 叫做限價 市價是市場價錢 一些人都好 我就是要買 或是我就是要賣 這叫市價 而且就是我六種 另外又可以 我知道 我可以說 我要想說買十張 我要就繼續抓到大方 我十張我一定要一次成交 十張一次成交 我才要 不然我不會成交 不管市價金價都有 這些兩種 另外一種 我十張 成交多少算多少 剩下的 我不要 取消 只有市價 你不要叫價錢 就沒有種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原始的 比如說我先掛個單 我買十張 我限價 台積電300元 現在300元 對不對 時光審決下來多少 30嗎 表示說我買 我兩百刀 我會兩百刀 我買十張 一直都沒辦法到兩百刀 對不對 他們今天一直找 開始兩百刀買不到 一直可以掛到什麼時候 收盤 對啊 你們都不取消有取消收盤 沒錯吧 這是一千 你不是要欠價嗎 你現在不是說我市價買進 你只要你市價什麼價錢 有日常只要有優單 你就可以買得到 這樣可以 這家總共價錢三千二千 或六種價錢 有六種不同的交流方式 這樣可以嗎 但是 雖然有六種不同的交流方式 但是我們還是在鼓勵大家 希望大家 大家還是採取農民原來的交流方式 對我們來講 叫你當典典典 這樣可以嗎 現價 世價有辦法從現在 準備說我就是 我非買到他不可 有沒有 當然你沒有辦法說 找不到我願意買 你當典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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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好不好 再來 好 再來 好 永遠 強烤 再講強烤的回復 好 你來 你可以告訴我 哪來不怕的 大家今天 現在遊戲現在流行怎麼樣 純普概念有沒有 很喜歡純普 希望財富自由 不要 努力工作到又十五歲 不想 我想五十歲四歲三十歲 我就要退休 我想要財富自由 然後純普概念 純普計畫 這叫什麼 誰告訴我情侶 這叫什麼 倒地 標準答案 但誰可以講倒地了 標準答案 這怕倒地 這家公司如果倒地了 你什麼都沒有 來 以大藤來講 去年 是吧 去年 去年嗎 他旗下三扎 三家不條下屍 你家是 大 他一個 大國 上 倒還在 你不要拒絕人家 上次 再打火跳 下次 如果 我之前在去年 我在台中獎的時候 就有一位同然 然後設計 影響降落下 我們再休息一次 請問一下 他的華映 這個團名真的下次 這個華映 我有買 是他現在那個 我說 你會去注意他嗎 你比他你買的時候 你有去注意他的火價 你看到那個嗎 等一下老師要講財報 如果你們想要成股 尤其是年輕人 年輕人 很好 因為這種關係 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成股要承照對的股票 如果你承照法應 承照上智 承照令人 你的心血就沒有 當然這不是反帶的 只是下次而已 你了解嗎 成股對他 也是不能倒地 他倒地你什麼都沒有 沒到什麼東西 就是 你的心血都 都是不足有水的 好 講到這個 強制維吾 你還今天 是台灣人 什麼 養養爸爸 以前一大股票 原來上次一年 配股會一次 就是股票 現在不是 他是什麼股票 是 新年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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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股票會再會一次 不太清楚化 最多可以配到五次 每季配 再加上股票 最多可以配到五次 但我不知道A是能行的 也是當你不可以的 欸 如果你是放股的人 人家放股的人 知道 我們是農業 我們可以 我們再拿到40天 你就要圍股了 這次的單位 就是說 以前是一年 現在不是一年不是 這樣可以嗎 好來 我想快點去找資 你壓進他 你算出什麼 來 這件件就一樣 也是只要很多錢 可能你收到很多股票 你拿很多股票 也是能股票 我把股票 我們要賣 你可以借給證券商 有人要開農業的 他不需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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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股票的人 如果你有股票的人 你可以跟 如果你有股票的人 你可以進去券商 他不需要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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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怎樣 負責人 非常有得認 自己約是為了認 好比我們去 抗比我們去 右邊 所謂的 男嘉雅 男嘉雅 你不知道幫他等 就現在的 小氣力是 我去買東西 一個東西 十塊錢 你送給我十塊 你不能幫我是老先生 我是老代價 你不能幫我二十塊 我誠信 你買了股票 在家公司負的 你就是要我誠信 懂嗎 像之前 前兩年吧 有一家叫幣長的 電動車的 知道嗎 他曾經得過兩屆總統的票 因為他電動車的電池 特殊的電池 很好 電動電動車 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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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就負責人 做OK 直接就 當面講好了 他正好 直接 正好 跳過來 因為他欣賄的票 他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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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負責人物 他不贊助在他本業上 他好不容易上 上了新貴了 但是他不贊助在他本業 他怎麼樣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來 如果你想要存股的人 你一定要追到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公司 這個公司治理怎麼樣 這家公司負責人怎麼樣 不知道人們有負責人 人們有負責人嗎 人們有負責人嗎 他每天看他們傳報 看講老師會 好不好 電子下單 年輕人應該被那個 有負責人心的 現在大家都一樣 現在這金融事帶來 你可以變身 就是透過營業員 他已經很難 比較便宜 對 人手薪水 負責人也是 這是比較方便 你現在把我們丟到西城 就送負責人下 但你變身了 你是不是比較金油 金負責人 金負責人 有那個融斷機制 以前沒有的時候 曾經有人吸石斑就起唱 有一個方便講明老師 站著自己編號 以前曾經來 講一下 ETF 來 ETF 掌跌幅多少% 一樣10% 看可以嗎 我現在講 我本來講案例是 他17%的時候 他們的ETF是什麼 跨境的ETF 聽清楚 有股票這種的股票規則 拿這種 1.5沒有党媒股度限制 跨境ETF 黃金ETF 沒有党媒股度限制 剛才大長 跨境ETF 他以為 那個時候很奇葩 我試下來穿 他那個店 沒有什麼 他那一家 的店商單 都沒有無論 有論理是說 你超過要的 你會不讓你過關 你知道嗎 他那家家的問題 他下下去之後 他又釋加下下去 可是你沒有 你沒有 你所謂的釋加 就是零九 嗯 他一下下去之後 他其實不對勁之中 兩兩通 抽單 拿不死 他在天 他順間 還在將軍反彈 這樣可以嗎 你現在你就不會了 現在幾乎每一 在對方都有 他都不會了 這不算勁之 他就要講 他來講幾乎 有沒有 一臂也要過 上市 很不錯 很不錯 這個上市 但想要對 也是一臂也有 一臂也有 像上市講 現在 要大分文是吧 一臂也有 他讓他們 有錢 我今天有錢講的 東西 你們要放回去 你錢 還要是要一趕去買 你們買的便 不要怪我 好呢 石油 有沒有 一天很優雅 他在那邊有沒有寫 我有看一看 我再下一頁 一邊 一邊有兩種 一種是投資型的 他講的他 一種是交易型的 一種是投資型的 一種是交換小服 斷網型有沒有 那個叫小型頭 除非你是老手 很短時間給他 拿著ETF 差異性在哪裡 ETF發行人是投資 投資 發行人是一般的證券商 他跟ETF 最大的差異性就是沒有寫 哎 哎 好 以ETF來講 他是有食物的 我這家證券商 我必須買去 我必須買去拿 沒想到那些給大家買 他沒有啊 他沒有食物的 你完全上去這家證券商 比如說原大證券 我相信原大證券 我現在要去買ETF 至於要完的錢 你都不知道喔 你從這家證券商 買ETF ETF 現在講ETF ETF是有食物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講完了差不多 我來 查詢系統 這是我證券商 我證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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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 讓我一家都可以 找你一家就一集的 那些可以 帶來幾三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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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喜歡讓人邀請 我們再走 有些錢 這樣可以看 差不多就沒有 推廣公司的 我想不講到 大家可以保持時間,然後就這樣,好了,今天講到這邊,好,謝謝大家 要不要先,你們做一件事先,我發現我剛剛一直被Cue,老師,你要回去了嗎? 沒有,我走走走,你先在這邊坐,等一下我再Cue你好了 那我要走了 可以嗎? 亞陽炒出警采 海陽炒的手 好 沒關係 身為一個專業巧思就是才沒有投影片的 才可以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來自蒙甲華西街的正面人家的判決師 我是俊廷 我的前兼職工作是華西街理事長 對 華西街大家應該也知道了 身為判決師會穿紅色西方的判決師不多 這邊就有一個 那會穿的紅色西方判決師來出來演講的也不多 然後各位在認識所有判決師裡面 人生裡面 應該就是最喜花的那一個就是我了 那因為今天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要戴口罩演講 對不對 但是我最厲害的 我最厲害的 其實除了我的專業以外 就是我一張很帥的 所以我把口罩拉下來 讓他記得我 以後在路頭路 見到我的時候 會跟我打算招呼這樣 好 謝謝 在場有龍山國中的老師嗎 沒有 你不是龍山國中的老師 我不是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小孩以後要念龍山國中 所以我趕快跟老師來一下換心喔 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 講那個看懂才報的回答 但是在我所有演講之前 我一定會講前提 什麼叫前提 就是我們要清楚知道 我們今天到底來這堂課要學解目標是什麼 好 如果不知道 就是常常就是上面講上面的 下面講聽下面的 然後可能東看一下西看一下 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就過去了 這樣齁 那我的那個 只要我等 就是 在學習所有知識的時候 一定要先認識自己 所以我想學問一下各位齁 我們為什麼大家會聚集在一起 是因為 旺法區的社區大學的課程 對不對 那旺法區社區大學的課程 大家為什麼想參與的目的呢 有沒有 要瞭解 要瞭解什麼 瞭解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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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 瞭解他的財報 真的假的很第一 各位這次很第一 來社區大學 是要學看財報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報告 如果 如果我們是為了這個目的 我跟各位保證 今天一小時 學不到 對不對 對 三百一 因為我從事 科技師 十二年的時間 我在第五六年 我才知道怎麼看財報 真的 那他是不是需要一個 練習 然後不斷的去接觸 所以 我 跟各位 一個抱歉的地方是 一個小時內 沒有辦法看全部 但是我盡量把那個 重點抓給各位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 知道我們為什麼來 然後我們設計的目標是什麼 那 這個我想要多講一下 所有成功的事情 所有成功的事情 或者是所有成功的人士 像剛剛老師一直 Cue台積電對不對 一直Cue台積電 台積電 先生 他就是有做到這八個字 有說這八個字是怎麼樣 這八個字就是說 張東柏先生 他知道他自己的 晶圓代工廠 優點在哪裡 優勢在哪裡 他知道自己的 研發團隊長什麼樣子 他知道自己的 經營團隊長什麼樣子 他發揮他的優點 去設定說 以後我要進步到幾吋晶圓代工 他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所以 這一條線的中間 比如說我以台積電為例子 這條線的中間就是 在大約十年前 台積電在55塊的時候 那時候張東柏先生 就已經投入大量的資本支出 好 鑑定資本支出 就是 你把錢拿去做研發 做工廠 再來買電機 你知道我意思嗎 有些負責人 他錢拿去幹嘛 買別人家的國標 你懂我意思嗎 或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是 我以台積電為例子 他知道他清楚他自己的優勢 他清楚他的目標 所以他做他該做的事情 而這八個字 我甚至想給各位 各位思考一下 接下來三年後 有沒有一個目標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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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個目標 那個目標 在自己的人生中 代表什麼意義 這三年之間 我該做什麼事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個 不論是 在知識的學習 或者是 人生的規劃之中 這八個字 我甚至 還有手法 你知道嗎 認識自己 設定目標 因為我自己 有個直播中間 就是 常常在聊這個事情 這八個字 記在心裡面 人生就不一樣了 我是因為這八個字 才考上科技師了 而因為 也因為這八個字 我的試驗 五年的時間 我從一個人 接到八個人的員工 甚至 有什麼良心 不是啊 就是我想要表達一下 它是 會促進我們 一直在進步的 一個概念 好 好啦 今天要講 看懂 財務報表 沒幹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 財務報表 是什麼 不是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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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對的 這都是對的 但是 大家看到第十頁 或第十頁 台積電那個報表 看一下 台積電報表 是最 不友善的 有沒有很多 看不懂的 文字跟數字 有嗎 有對不對 好 我回來看我 說真的 那是 我在看的 我真的在看 但是 但是 我今天 即將做到 讓大家以後 看到類似這種東西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陌生 財務報表 剛剛有說 那四張表 我給了大家 就是後面 第十頁以後 有八家 的財務報表 我沒有辦法全部講完 我沒有辦法全部講完 但是 我要表達的是 八家回去 可以稍微翻一下 因為這四張表都有 這產部代表 綜合損益表 權益電動表 現金流量表 各自各有 各自代表的意義 好 我要回來 但是 財務報表 為什麼它要產生 為什麼它會 就是 拨帶拨擠 要從這四張表靠 沒有想 你有想過嗎 有 那是什麼 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 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 可以 就是它的成績嘛 對不對 好 這就跟 人 有面相 這是為什麼我要拿手照給大家看 像 很像會有心聲 公司 是 長什麼樣子 漂亮的建築物嗎 很多 穿個美女嗎 穿個西裝嗎 不是 長什麼樣子 透過財報來呈現 所以 一旦我們看不懂 這一個 財報的時候 等於 怎麼樣 我跟一個女生交往 我不知道 她長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知人知面 不知心 有沒有 你是 幸福的 還是幸福的 還是有幸福的 我不知道 要交往過 才知道 公司 剛剛那個老師有說 要進入證券市場 要去投資 要把錢拿給人家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我不知道這家公司在幹嘛 打個Q的槍 還是不會 我問我們BI 欸 我可能剛剛在空間 我們下面會不會標題 該不會大家都這樣子 四方 盡量不要好不好 真的 因為 如果再要這樣子 就要問她 請問 你在 你認識這家公司嗎 你知道裡面在幹嘛嗎 那 如果你不知道裡面在幹嘛 我也 大家不知道我在幹嘛 對不對 錢給我 不知道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大家不知道我在幹嘛 那 都不知道的話 那你錢給我啊 我跟你說 我會好好運用 這 邏輯不是一樣 在我們 在我們 不懂 那一個家伙 那家公司在幹嘛的時候 我們都錢給他 這是一個不合乎邏輯的事情 所以 曹寬寶的重要性 就在這裡 他說 他是來讓我們看到 公司長什麼樣子的工具 但是 他有限制 他不是 就是 就跟人 看眼神 看貪圖 看他經歷 但是 說真的 有辦法 真正了解一個人 沒有辦法 都有限制 所以只能盡量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 自己會了解自己 對 何況不要讓別人 來瞭解他 OK嗎 好 據理說 我要把這個送完 對不對 好 所以曹寶寶 會有先天限制 前面 大概第四頁 就是 可是 草表 各位看到的數字 齁 大家看到的數字 都是舊的 像我為 都會準備的是 108年12月31號的報表 請問現在多久了 109了 5月1號 剛好是 老婆生日 他說 老婆生日來幹嘛 我不是啊 我根本就睡不睡了 我坐中午了 我就想說 欸 老婆我今天晚上 跟人家一起 演講 然後就有人來 我再去國中間 然後你知道 他說什麼嗎 蛤 你真該死 我甚至你還出門 對不對 認同人 我送你一門 好 這個是 這是在 所有科技課本裡面 會翻開 會看到一個架構圖 就是 財報的先天限制 但是正重要的 對於說 看到財報 已經都來不及了 然後說 不行我看他幹嘛 沒有 就是要參考 所以我要做任何 正面投資 或者是 要了解一下公司 財報絕對是一個 參考的重要值 不然他長什麼樣子 我們不會知道 像 我忘記拿 金華的報料了 金華在108年1231號的報料 超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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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在這次疫情下去之後 你會長奶 不會 可是他報料不太漂亮 這樣是不是 我 Cue這個點 代表說要綜合的去評估 財報絕對是一個其中的一個關鍵 但不是唯一 好不好 好 要愛一個人 要忠和民估 長得帥 不是唯一 那我憂好 你不齊 不齊 不齊為再好 但是 這是很重要的嗎 很重要 那我送你一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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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華酒店 金華飯店 那不然是金華飯店 對 我今天中午才去 那邊買一個包送給老婆 金華 金華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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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的度數還沒到那邊 我大概就一百多度這樣 有有有 不是 剛剛那個老師說 人呢 好 那剛剛老師說 就是有互動的都要送 我其中一個任務 剛剛不是講認知自己設計目標嗎 我先用目標就把這邊做送 好不好 好 好 再我回來 回來這個 大家都知道 長況表是歷史資料 一定要綜合考量 它有它的限制 有很多 超過報表 會很多 人為 重點 人為 的判斷在裡面 它不是一個 絕對客觀的資料 換句話說 它 超過報表呈現出來的數字 我們可能會看 請大家 翻到 大概第十二頁吧 台積電的水利表 看一下台積電的水利表 字會不會太小 有一點 好 我們看一百零八年 好 稍微看一下一百零八年度 它本期淨幣就好 多少 因為它那支千元喔 大家 他們數個字 三千四百五十億 本期淨幣 本期淨幣 今天公司 整理 看三千四百五十億 要不要 好好跟大家認識一下 有看到嗎 有 好 好 回答 回答 三千四百五十億 依據台積電 負責人或經營階層 這個數字 大家對它的信任感高不高 跟層次風一樣高 可以嗎 如果是王雪紅的 威盛跟HTC 叫什麼東西 紅茶店 紅茶店 大家對它的信任跟 我不要講人好不好 得罪人這樣好不好 某些自己討厭的人 可能差不多那樣的信任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 財務報表它是可以被操作的 但是 空間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剛剛老師 他們 他們是證交所的 因為他們的努力 能操作的空間 越來越小 但是 還是有操作的空間 那 看懂 曹報表的美感 在於 我們 能不能把操作的空間 給 看出來 這樣 我們應該有意思嗎 能不能把操作的空間 看出來 因為 有操作 就會有操作的痕跡 但如果是真實 就會有真實的呈現 這樣 好不好 好 好 既然要透過財報看企業 那企業裡面到底 在做哪些事 請大家記得這五個面向 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公司 都是產銷人發財 所有的公司 就常常 因為身分管理師 中小企業管理師 會有人來找我設立公司 然後 會詢問我說 一些設立公司的關鍵 但是我常常會問說 請問你賣什麼 一些公司賣什麼 是不是很重要 對不對 好 一些公司賣什麼 那個東西 究竟可以賺多少錢 大家在水利表 就可以看他的毛利 OK嗎 看他的毛利 就是一些公司 就是比如說我賣書好了 欸我們家是賣書的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沒講 淨圓 淨圓 淨圓大家有知道嗎 華西間淨圓書局 我也是向密書籍專門 向密書籍專門 向密書籍專門 那個是我們家 我是大小子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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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書毛利大概 毛利有五成 毛利五成 我把我比較密密說出來 一本書毛利五成 然後 所以大家買一本 三百五十塊的書 真正成本是多少 175 175 那 為什麼他要買我這麼貴 沒有啊 你去那個 陳秉昌 八折給你啊 這三成 有三成在哪裡 幾 管銷 就是在價上 要有人上價 要有人運輸 然後 然後要有人做宣傳 這類的 就三成 所以大家拿在手上 的書 已經 我們已經很 散彈經營了 好不好 都是 自製協類 不要來我們家再殺價 不是 這不是重點 是不是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回來就是 這家公司賣什麼 有沒有清楚 如果大家不知道 這家公司賣什麼 請問你 財報拿來 看到水表的毛利 他寫了一個 30% 你有感覺嗎 沒有嗎 對不對 所以務必看財報之前 這個叫做非財務資訊 那個 非財務資訊 有文字寫一大堆啊 但是我要跟各位表達的是 看財報之前 首先要知道 這家公司賣什麼 如果說 我投資家證券 投資家公司 是靠旁邊問說 你把他賣什麼 不知道他在賣什麼 那財報就不用看了 就相信那個人就好了 那這時候再帶出我另外一個秘密 我是中福國際的獨董 所以中福國際的那個 董事會我會去 他就會知道那個 上次公司到底 怎麼運作的這樣子 那中福國際是什麼 一四三五 不要去查了 因為 這時候我這樣講 他對獨董這樣 他的股價非常的穩定 穩定就會 沒有空間可以獲利 好不好 就看看就好了 好 然後回來 所有公司的這五個面向 他生產什麼 賣什麼 能力資源怎麼樣 然後 產銷人發 研發的能力夠夠 財務報導 這個真實 一定會 呈現在 財務報導上面 證實要 看財務報導 心中要有個畫面 或者心中要有個認知 我知道的這家公司 或者他出來了訊息 跟財務報導有沒有吻合 這樣明白嗎 如同在 在拿台積電剛剛的那個例子 如同在十年前 55塊的台積電 投入大量的資本支出 去埋了很多廠房 你會在線性流量表 那邊看到 今天聊不聊 大家看到那個 台積電的線性流量表 來看一下 線性流量表 大概在第十四頁 對不對 還是第十五頁 十四頁 十四頁 十五頁 怎麼看一家公司 有沒有正正在投資 現金流量表的投資活動 它把錢都用到哪裡去 最近 台積電沒有再投資 所以 大家不會看到取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大家不會看到取得 最多這個科目而已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那個金額會很小 但是如果說 大家看到或聽到 一家公司 他準備 開廠房 準備 他看到未來趨勢 他去做的時候 財務表 一定會在這裡 一定會在那邊反應 十五頁 十五頁 這麼多 四千多 那代表他還有再投資 不好意思 108 108 對 那就是台積電 才有持續的再投資 好 那我要表達 這一趴的重點在於說 如果 我們都認同 一家公司是 一直在進步的 一直願意擴廠的 以製造業來說 一直願意擴廠的 這裡要有產業 如果這裡沒產業 如果這裡沒產業 負責人像王學王 那一類的 都用手以後的 就可以驗證 而傳報表 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 在於這裡 要能驗證 OK嗎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較後面的 中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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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們有沒有編業伺 中槐的 到槐過來 大概第 十業左右 形形的 宮堂々 中國鋼鐵 有嗎 有 請問他去取得 那個普通卡廠房級設備金額到達 不到大概 大概了解 大概200多億 跟那個 台積電的幾千里比起來 大家都感覺了嗎 所以他們股價會差很多 中鋼現在股價多少 20幾 10幾喔 掉下去了 我還停留在大概20幾的動態 剛剛我偷偷瞄了一下那個 台積電是304 還有 老師這個中鋼會不會很久以前 就買很多地 然後呢 不用再買啊 不用再買 他會有 不用再買 那是公司自己的部分 他要不要再買 他決定 但是 可以 看他發布的訊息 去驗證說 他到底買這些要幹嘛 可以知道說 他是要拿來賺錢的 還是負責拿來要充實自己口袋的 這樣明白為甚麼 如果是負責拿來充實自己口袋的 那股價會怎樣 一陣子就會往下掉 要不要 要不要拿這個股來存 就不要 對不對 謝謝你問我問題 既然你主動問我問題 是不是要打一個那個 這是甚麼 多功能耐熱玻璃調理烤盤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還是我等一下拿一個回去當我老婆生日禮物 我會被他打死 我誰呢 你送我這個 我今天 他跟我去修內奧逛的時候 欸 不好意思 他跟我去修內奧逛的時候 他都捨不得買 老婆都是這樣 是外面的那個女生跟我去逛 沒有啦 不是啦 沒有 欸不能錄影 這段幫我剪掉 不是 好 沒有好不好 沒有 但是我要表達老婆 這樣的一個角色 很 尤其我們有三個小孩 對得起國家社會 一個五歲 一個三歲 一個一歲 就是 我們有三個小孩 說真的 他不自覺的為這個家去 多審吃檢用一下 在場的各位女生有相同的感覺嗎 都有 還是沒結婚是不是沒感覺 好 都有對不對 那要怎麼算 好 既然有點好 讓我收一下 對不對 好 好 這邊好好回來 這 這五個面向一定會 那個 呈現 那 各自怎麼呈現 要花一點點 要大概十年的時間去 了解 但是 呃 他還是有辦法了解 好 現在 要實力演練 就會比較專注在財報裡面 齁 好 但是實力演練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 理晉一個觀念齁 開公司到底要幹嘛 賺錢 那 用什麼去賺錢 產品 用錢去賺錢 對 但我們乍聽乍看之下 或者是產品 其實不是 因為產品怎麼來的 奇怪 奇怪啊 產品不是你去買一些東西 去去買 對啊 你去把它製造成一個成品 再賣出去啊 再賣出去啊 再收錢啊 沒錯啊 這是對的 所以 所以 開公司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錢 呃 第一件事 其實是 決定自己叫什麼名字 就是我公司名稱是什麼 這個不然 沒有 沒有名稱嘛 決定自己叫什麼名字 然後呢 我要涉及在哪裡 要有地址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言項目 然後做什麼事情 再來是 我要決定 我的資本額多少 那 這件事就是 我要先 把錢放到公司嘛 所以我要表達的是 公司 第一筆交易 是借銀行升幅 就是 第一筆 是錢要先進來 我為 我這些錢進來要幹嘛 為了讓更多錢回來 所以我會說 是用錢來賺錢 只是 我們 呃 被簡化成 一些簡單的概念就是 以為投資股票市場 才就要用錢賺錢 沒有 公司也 去實際營運一間公司 也是用錢賺錢 大家現在有感覺嗎 那 換句話說 欸 再來就是 股票市場 現在剛剛有講 漲點服7 欸 對不對 10% 10%對不對 一間 運氣好 判斷對 一間可以賺10% 20% 好 20% 對不起 我錯我錯 對對對 你對 你對 20% 因為買在負10% 賣在正10% 你做當充呢 是不是 好 好 可以 那個你多的分給左右靈兵 這樣好不好 好 對不對 這是一天的時間 不要說一天啦 幾點開盤 9點 幾點收盤 1點半 中間過了幾個小時 4個半 4個半小時 賺20% 效率高不高 機會到大 真的不大 那比較不容易啦 除非你認識 前面這一個 認識後面那一個 他是 超盤手 但是超盤手這種事 能不能在課堂上討論 當然不行啦 沒有超盤手這種事好不好 大家要忘記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或者是 一些基金經理人 透露出來的訊息 但是他透露出來的訊息 要不要拿去買 拜託不要 正交法第二十二條 贏你貴 我記得是二十二吧 就是內線交易那一條 看著鏡頭不要亂講 這樣 如同剛剛我說旁邊那個女生那件事 請大家忘記 還是會記錄下來 我都忘記有鏡頭了耶 好 好 好 回來回來 所以 正正開公司 是用錢賺錢 只是 他的時間 有沒有正確市場那麼快 我可問你們 然後可能 四個 四個半小時 就可以二十趴 沒有啦 沒有一件生意可以這樣 對不對 好 所以 一間公司 一間公司 多久可以 買進來的貨賣出去 再把錢收回來 這個期間多久 就很重要了 大家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讓大家操作 就是那個叫什麼 應收責款左轉率跟 應付責款左轉率 可是我疏忽了一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跟會計師一樣 會把計算機帶在身上 槍是軍人第二生命 decay 計算機 主機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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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是快記師的第二生命 好 我們可以來算一算 我們可以來練習一下 台積電的 應收責款多少 率多少 因為 有2期報表 將秦出的 就是107年的應收賬款 加上 108年的應收賬款 除以二 會得到一個數字 這時候會問 老師 應收關係人要不要去理他 不要 因為能跟關係人交易人先不理他 對 第幾片對不對 十 有沒有字很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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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應收票聚集應收賬款進額 代碼是1170 用那個就好了 有嗎 算不然答案是幾 對 然後用香墨松露去除它 先要在那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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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答案是8 我直接講答案答案是8 那8有什麼意義 8沒有意義 8會沒有感覺 用365天去除以8 得到多少 對不起 分子是消貨收入喔 分母是應收賬款的奇珠加奇莫除以2 平均數 會得到一個8的數 大概7.9999 就8 365除以8 是什麼意思 分母 分母 等一下 哪一個分母 對不起 分母是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 平均應收賬款 然後分母是消貨收入 消貨收入 消貨收入 謝謝你問我 然後會得到一個45 對不對 跟這個 就是去練習計算之後 會得到一個8的數字 然後365去除以8 會得到45的這個數字 代表著說 台積電他賣人家商品的時候 非常的凹 45天他就把錢都拿回來 45天 大家想一下 當然我們平常消費者在買賣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晚 但是我們我知道的 紅海跟他交易 要180天才拿得到錢 如果一家企業 可以180天給供應商 我45天就跟我客人收錢 這家企業爽不爽 爽 好爽 所以以防 決定投資哪一家企業的時候 這個營業週期的 先算一次 如果他爽爽的過 負責人 他的經歷會在哪裡 就是他的腦袋 比較容易在哪裡 好 這時候 把剛剛講的那個畫面 Q回來 產銷能發展五個字 負責人他經歷 就可以集中在哪裡 研發行銷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就會比較專心在那裡 如果 營業週期 營業週期 我剛剛先算了應收 相同可證 應付賬款 也可以算出應付賬款左轉率 兩個天數加起來就是我 現金進來到 現金進來到 現金出去到現金進來 總要花幾天 當然時間越短越好 但我要表達的是 當一家企業主 可以在這件事情 放心的時候 他會有比較多的精力 去研發去做行銷 去管好自己的公司 如果一個企業主 他沒有辦法在 他必須擔心自己 這個營業週期的事情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他要操場 要操場 要操場 這樣有感覺嗎 當一個企業主 把自己的時間經歷 放在那一種錢 那一種錢 那一種錢的時候 他公司會不會做得好 不會 如果那個企業主 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去 搞好正商關係 讓銀行不要抽銀燈 公司會不會管得好 也不會 所以各位在證券市場 要去把錢放進去 這家公司 除非有非常第一手的消息 不然比較輕易的進場 至少最近一期財貿拿出來 營業週期的這個 現金週短天數算好 或者是去了解之後 再做相約決定 OK嗎 而這個以後 再進一步 公開資訊關注站都有 會算好給各位 我今天讓大家只按一下 然後稍微有一點感覺 練習 不要真的把那個 密密麻麻的那個 拿出來 打給甘口啦 不要 公開資訊 公開資訊關注站上面 都會幫各位算好 至少去看一下那個資訊 再決定要不要往下走 好 那這個是判斷這家公司 就是長相 是不是長什麼樣的 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OK嗎 好 稍微 對 我想起來了 像那個王雪紅 後來柏達有沒有 柏達案 對不對 是不是 柏達嗎 不是啊 柏達案是另外一個 我要講王雪紅 王雪紅是 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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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誰 威聖 威聖跟那個誰 威聖跟那個誰 威聖跟紅達便 威聖跟紅達便 他們都有一個狀況 他們應收賬款超高的 應收賬款 為什麼他要把應收賬款超高 應收賬款的另外一關就是裡面會計 應收賬款另外一關是什麼 應收賬款 是收入 他為了讓自己的EPS 好看 他就是故意把東西賣出去 借應收賬款帶交付收入 但是 符合這個嗎 不符合 他不是拿錢賺錢 他只是在做 讓自己收入變高的這個事情嗎 這樣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 猛機 也做過這種事 就是 在國外的點有沒有 國外開門公司 我把貨撲出去 我 國內我就正面的收入了 可是實際上 有沒有這個事情 也沒有 那 紅機就曾經 發生過 但是 現在 我不知道改善了 沒有 因為我很久沒有看到 我有附紅機的暴流 大家回去可以稍微 看一下他的暴流 然後 不要安靜車機 去公開這間觀測站上面 了解 就是看一下他的數字 是不是 還有這樣的狀態 就是 那 知道一家 夠不夠 擺脫不夠 要知道他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競爭對手 長怎麼樣 或者是 素質怎麼樣 要用比較難得 沒比過 都不知道好壞 所以初戀最美 你知道嗎 老婆最美 老婆最美 老婆就是千央萬全 有沒有 比較過來的 好像講的我 怎麼樣 在萬華地區 您錯殺不放過嗎 不是好不好 就是 要有比較才會知道好壞 但是 有沒有可能錯過 剛剛有人點頭如搗算 可是我已經送你很多了 還要再來一文嗎 不要 好好 那還是 剛剛舉走是 好好 謝謝 謝謝 我快要達成我的目標了 好 然後 我們注意完這個之後 有沒有 這是 注意這家公司的第一個 注意完這個之後 它會衍生出另外一個東西 各位請從台積電的資產出代表 看一個數字 看現金及銀行收販 然後稍微數一下它的卡碼 在108.912.31號的時候 那個台積電的現金有多少 那天文數字 那幾四人五顆粒在哪裡 四千五百五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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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五百 四千五百 四五五 那是億 四千多億 因為那個位數是千元 上市公司的位數都是千元 那如果大家看到不是上市公司 通常就是正常的 千元就是後面再加三個零 這是從第一卡碼往後邊的 四千多億 那麻煩請看到第二家 聯電 據我小時候 這時候就可以講我小時候 台積電跟聯電他們是好朋友 對不對 可是負責的不一樣 就是過了幾年 三十年 因為當中摩是五十幾歲 創業的 他現在八十幾 換九十 三十幾年 就是三十幾年時間 這兩位好兄弟 成績不一樣 那就是因為 那個負責人 如果是經濟團隊的那個心 不一樣 明明就是 一樣的起點 卻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我一開始 第二段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有帶回家 認識自己 設定目標 就是 可能會跟同學或跟 朋友一樣的起點 可是我們的心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終點就不一樣 好我們回到聯電 他現金現在現金有多少 95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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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一個蠻高的水位 但是跟台積電比起來 他們是 略續一籌少了多少 五分之一 有沒有 那我要表達的是 看 那台積電是基油股 不用看 閉眼金去買 就對了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如果說 這家公司它 不是我們 資訊不是那麼清楚 至少跟它同類的公司 兩三家拿來看 這個 拿來看現金的水位 拿來看 應收賬款的起伏波動 就是 應收賬款是一年比年高呢 還是 平均維持一個狀態 還是一年比年低 這個會有趨勢的 把它看完之後 就可以知道 負責人或 那個董事會 這些人心態 正正確 有沒有再好好管公司 這樣 有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 切入 看一家公司 最好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 資產負責表 第一個科目為什麼 現金 有 我們會注意 第一個 請問大家便當拿來的時候 先吃什麼 雞腿 雞腿 有人先從上開始吃 最後吃雞腿嗎 有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雞腿就吃不完 很容易吧 對不對 但是 人性 建議以後先吃雞腿 因為那是最重要的 有 有人不喜歡雞腿嗎 有人喜歡吃旁邊花椰菜 像我 我只能說 青花菜這樣 但是 往往表達是 挑自己最喜歡吃的先吃 不然到最後已經裝不下 看財報 最重要的一定先看 現金一定先看 綜合水業表 什麼擺最上面 收入 就是 反例 產交的發財的銷 收入這個金額好不好 但是收入 要對應什麼 現金跟民收賬款 就是這張圖 老闆有沒有做手 遇到會做什麼老闆 遇到會做什麼負責人 就會出現異常 大家有感覺了嗎 OK了嗎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第一步採住之後 才教人發財嘛 對不對 第一步採住之後 才看到 中格整理表的第二格 叫做成本 有管好公司的 負責人 他的成本會高還是低 成本低 毛利會不會好 會 雖然說 電子業毛三到四 對吧 你經過這個嗎 毛利三或四嗎 因為OA很帶通 那我表達的是 當有一個電子業 然後帶通的 他努力的做到毛利是五的時候 那去買 可以考慮了 只要他不是做收入的 那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一個管好公司 能把成本控管的負責人 他會不會有太多的 要去維持智商關係 也不會 他會好好的 待在公司 或者是 去選吃公司 或者是想 建立公司的內部制度 讓公司管得好 成本降低 但是成本降低 有一句話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公司的財富 百分之百 有80%來自績效財 什麼意思 八惡法則 80%是靠賣東西 創造收入而來的 只有20%是管理財 管理財就是降機成本費用 八惡法則 這是我們創業者跟做生意 會必定熟知既得的一個八惡法則 就是 一家真正賺錢的公司是他 服務可以賣 產品可以賣 有努力在賣 如果說這家公司或者是自己遇到的老闆 或者是自己遇到的老闆 開始在控滿公司的所有原資比的用量的時候 這家公司有沒有呆 不要 因為他的注意力在哪裡 在那種很微小細小的成本控制 代表他 經營困難 都經營困難 沒有眼光沒有遠見 他眼睛只看到很細小的東西就沒有 他沒有像台階張東某一樣 花剛講到四千多億的資本投入有沒有 他去想的是這個 張東某想的是資本投入 我要十點後我要什麼場我要見討 可是如果 那個 現在老闆或者是一家經營者 他能跟你計較衛生紙 計較原資比 然後還要提離職 我這樣還要 好不要不要不要經營到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這 不同的負責人 經營出來的公司 這樣的財報會長不一樣 看哪裡 像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看的是中和審議表 OK嗎 有八家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細細品味一下這樣 好 好 但是常見的財務比率 我們也要一個個想 好 但是 它是值得去 稍微研究一下 那我剛剛說的 經營能力有個紅色這一個 就是 一收賺款收賺率 收賺天數 收賺收賺率 跟固定收賺收賺率 就是 我用多少精力去賺怎樣的收入 這是 怎麼講 一家公司賺錢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80%是績效財 80%就是我用多少錢去賺這樣的收入 OK嗎 我投入多少資本 買了多少貨 建了多少廠 買了多少土地 去賺這樣的資本 去賺這樣的收入 每一年的稍微我都可以看到 這個是進入 看一家經營績效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欺負 當然 各位 可能 在 這麼好學的狀態之下 會想說 欸 老師 我還有其他科目 我要不要去瞭解 可以 但是 不是 今天講得完了 因為 譬如說什麼 我可以講一下 我 那一家公司好了 中俗國際 1435 他原本是 紡織廠 做紡織的 在桃園 以前有廠房 可是 後來他就收起來了 中國大務員沒有做 就收起來了 但是有賺一些錢 他現在都要幹嘛 他現在都在 研究財報 董事長都要幹嘛 研究財報 去投資 就是 最倔市場 這時候會出現什麼事 現金 就會比較少 大概 108年的現金 我記得大概只剩一千多萬 各位想一下 上次公司剩一千多萬的現金 他才要幹嘛 沒有 但是他的那個 現在 投資 那個股票 你知道 在 《財報》上面的表達 是很 一長一串名字 叫做 公元價值通過 水利表達 是金融資產 就很長一串 在那個位置 在那個位置 他要去 投資一些 其他 股票 然後 來維持公司的營運 還有 把 那個 桃園的土地 原本廠房的土地 出租出去 然後維持公司的營運 因為公司還是有職員 還是 他還是上市公司 但是他的狀態 是正量 所以他的報表 現金會少 股票 那一格 現金的 數字會大 那每一年 大概就是維持在要賺不賺 要賠不賠的 本期經歷 那報表是真實呈現的 我 我講這個例子 是讓他感受一下 跟台積電能不能差很多 所以 什麼樣的企業 他會呈現什麼樣的報表 那看報表 就會很重要 從哪裡來看 現金 收賬款 收入開始看 這占公司 厲不厲害的80% 這也是為什麼 證交所在每一次 營業稅報完的時候 我忘記現在是每個月 還是 每兩個月 應該是每個月會報 上期開發票的金額對不對 一個月還兩個月 我忘記了 兩個月 跟營業稅的申報一樣 對不對 就每兩個月 會看到有上期開發票的金額 為什麼這個資訊很重要 因為 就是我說的 80%是極效財 營收好不好 所以 常常看到 電視一百多台 那些 80% 90%級台 那些 丟筆的老師 老師 共和的聽樂 都在講什麼 都會講營收 人家講 什麼營收 年增多少 月增多少 所以就這樣 拜託的 不要聽他 說什麼 你買了不信 不然被我給來看 有得領金額 因為營收可以 剛剛我講什麼 通過什麼方式來出力 亂扑貨出去 因為這個叫做人為操作 財務報表 剛剛有講有限制的 人為會有操作的空間 讓我們努力 就是這叫做努力 讓操作的空間變小 這樣OK嗎 好 好 那 我現在是 是要攀放 不問題的時間 沒有問題 耶